就是说这个卡槽可以用联通的3G 也可以用联通的2G 打电话 卡1跟卡2都是一样的 唯一区别就是说 卡1的一个支持的上网的一个速度快 另外就是联通3G嘛 边上的是一个我们这边内存卡的一个卡槽 贴分内存卡 卡2嘛就是可以用一张移动的卡 也可以用一张联通的卡 但是这手机不是电信 我们双C看一下 可以看到后盖的话 我们这里有个开启处 就是在这里特写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打开后盖 只要把这架伸到里面 扣开就可以了 还简单 好我们开启 可以看到第一屏 唯一一个华为的一个logo 好开机非常快 这是一个解锁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解锁界面 我们向下是一个解锁 我们向上回到一个相机的一个界面 打开相机 那么向左呢就会打开电话 那么向右呢就会打开信息 我们现在要做的解锁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解锁 可以看到非常的流畅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基本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讲解一下手机的外观 在手机的一个侧面 是一个开机键 我们刚才说到是一个银色的一个开机键 银灰色一个开机键 然后呢在手机的另外一侧呢 是一个音量调节二键 为白色 当然这个不是连着后盖的 就是连着机身的 然后在手机的后面呢 这边我们华为的一个logo 华为logo上方呢 为一颗闪光灯 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 可以起到一个补光的作用 上方为一颗800万的一个摄像头 在设想的上方为一个 这个小孔为一个迈克降噪的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打电话 可以让人听得更清楚 下方的话为一个外置的一个扬声器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喇叭 侧面呢就是我们一个打开后盖的一个 后盖开启处 我们前面也讲到开后盖 可以从这里打开 好下方 下方的话呢是一个USB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口 就我们用来充电用来传输数据的 那边上这个呢 小孔呢 就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要让对方听到我们讲话 这个就是一个松话器 手机的顶端呢是 一个3.5的一个耳机接口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耳机也给大家试验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 是前面板为黑色 后盖为白色 我们猜开给大家看一下 后盖为白色 前面板为黑色 手机的外观还是相当漂亮的 后盖采用了一个磨砂的一个质地 不是烤漆的 相当漂亮 而且防手汗 手上就有汗的话 它都不会吸汗 都不会上面有一层油油的东西 好 我们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系统 因为我们视频不能 一个视频不能录制太长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过程当中 视频当中我们会展示一些 关于手机的软件 以及手机性能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型号 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运存 可以同时开200个QQ都没有问题 这个下面呢 是为一个手机的内存 手机内存为8G的一个弱 但是呢 由于手机就像电脑一样 有个分区啊 然后占用啊 反正我们到最后 实际可用的为4.07 差不多4.7到5G左右的一个 可读写的一个空间 搭载的是一个 安卓4.2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这里面是一个华为的EMUI 好 今天的讲解就这样到这里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致行我们的授权客服 感谢大家观看